新厨有一名嫌犯持有大量毒品疑似海藏对外贩售 警方在嫌犯藏身的大楼里头发现了一大袋的茶叶跟布丁粉 拆开之后才发现另一头装的其实是海洛因跟安非他命 大约有15公斤出股市值来到5000万 另外台中警方扫荡毒品带着弃毒犬上阵 在彰化一处铁皮屋逮到了药头以及其他6名药角 装饰嫌犯双手被上扣带着警方到他强生地点搜索 警方发现墙边有个大袋子里面装了好几包茶叶跟布丁粉 这装的才不是食物而是毒品海洛因跟安非他命 夹起来快15公斤 出股市价5000万一旦流入市面 可以提供给上万人使用 警方锁定张姓嫌犯已久 发现他持有大量毒品 疑似意图想对外贩售谋取暴力 不过毒品再怎么伪装 最后还是套不过警方阴眼 台中警方悬前扫黑出动抓毒 带上弃毒犬上阵 仔仔细细闻 床铺衣柜就连角落都不放过 因为嫌犯在屋内藏了毒品和强制弹药 在外面的警方在厕所里找到过程的嫌犯 嫌犯被拖出来压制在地 在他藏身的铁皮屋内 查扣到一堆非制式手下和散弹藏枪 警方逮捕轴型右头 勇强贩毒还有六名右脚 最后下场统统都狼狈落网 记得潘信张新杰台中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